師傅、師傅,你算命時會看哪一方面? 我是看得久,很多年 甚至在外面坊間也看過其他師傅 怎樣看命的方法 有部份會傾向看有沒有錢、淒財、子綠 而不是在性格中 我先從命款中看性格 性格始終決定命運 先看性格的傾向是怎樣 先從他在性格中的事業、感情傾向、財運 去找他的傢伙 大部份的命都是性格決定命運 先看性格 本身人的傢伙性格 有些問題的話 作為我們幫他們看命 真的要告訴他們問題所在 要改善性格 在事業、運程上才有改變 不要說到這麼誇張 改運 先改變性格 師傅、師傅 為何會這麼注重客人的性格缺點 性格與生俱來 硬頸 一輩子都硬頸 很難將一個硬頸的人 變為不硬頸 只不過通常都知道 我回到去都是改不了 大部份人都是改不了 不可以因為性格 我是這樣的 我不改 我不改我不改 我不改 但是我想在玄學裏 快點贈 變好了 很可能 不會說我擺個陣 幫你會有些還財 然後你就可以 綜藏學裁 沒有這種道理 不要將玄學這些東西 太過神伯 師傅 我擺個風水陣 是不是就會 什麼都搞得定 我反而會比較上 會是著重些 說回人的問題 在哪裡 外面有些坊間是這樣的 你沒有桃花雲 加多一三八百 我教你家裡 放在桃花枕 你想事業好些 又要改運 我幫你種一下生機 一萬二千八百 這樣 會再額外 加一些東西 令到個人的感覺 上良好些 我又沒有做這些 我不會說 另外有些套餐出現 我沒有 純粹看回你的命 問題在哪裡 大部份都是性格設定的運 你感情有問題 你是性格 你上的問題 是不是挑剔 還是宅女 宅男 你事實上不好 又說老闆不升 看回你至少 會有些社會 公司同時吃飯 下午你都說不出去吃飯 留在那裡吃飯盒 下班叫你唱K 你又說不去唱K 那怎麼辦 基本上 Internal Social 你都會懂 這樣變成很難 兩件事 復活和姻緣 原本他很弱的 就是復活一會 幫他增加加強 作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